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生活得更加好 更加有尊严 其实当时国家把那些分布在草原 荒漠 沙漠上的牧民 集中到一些特征的地方去了 其中这个地方叫卵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 从八十年代规划到九十年代开始 把黄河的水引过去 把这些牧民迁到一个南井滩生态移民区 那很多牧民过去之后 他们就会离开了原来他们孙城的这个地方 土地 这个土地曾经是草原 后来是荒漠 一直到沙漠 这是国家为了关心牧民 让牧民能够过上现代化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 也非常成功的一个做法 但是这里头啊 有一件事情可能是当时角色的这个没有想到 也很难想象得到 看那个地图上 我们在这个地图的右边 绿色的地方 最右上角 银川 在中间段 右边是吴中式 在下面这一段是宁夏的中卫式 在中间有一片 你看到像山脉的很多山脉的地方 那是属于荒漠地区 然后再到这个地图的左边 已经到了沙漠了 这些沙漠曾经是草原 人离开之后 风沙很快就潜进了 人退 杀进 这时国家也修了很多路 我们有些牧民曾经也在自己的土地上修了一些路 但是路修了 很多时候一个晚上 风沙吹过来 整个路全部会淹没掉了 在2008年开始 有位香港的企业家 开始在宁夏制沙 实验了800亩的这个沙漠 非常成功 这个800亩的沙漠 在2011年制力成功之后 交给了宁夏的政府 后来内蒙 阿拉善 直到香港这位先生 自杀的成功的经验 给他请到了内蒙去了 小阳圈 是我们现在自杀的基地 那片一点点黑色的 深色的地方 是第一所看到的 我们这个团队 所做的所有的 这个叫植树造灵之后 所显示出来的这个地方 我们是在沙漠的尽头 挡住沙漠 不要继续向前进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也许我们不应该 因为科学的知识 认知还不够 不应该在沙漠浮地去 尝试改变地球的地貌 也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的动机和目标 希望让沙漠不要继续前进 袁树华先生 原来的袁 树立中华 袁先生是位香港的企业家 从2008年开始 今年15年 一直在公益治理沙漠 叶惠平女士 是我们沙漠基地的负责人 其他都是本地的牧民 这是我们第一个内蒙的沙漠基地 马连湖三万亩沙漠 那其实现在我们的沙漠 这里的基地的规模 从这个三万亩 上一个月我们拿到了 另外一个六万亩的沙漠 后面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沙漠的情况 然后同时呢 因为我们植树造林的经验 比较不错 现在已经帮其他的基地 植树造林 一共完成了十四万亩的 植树造林的任务 从2012年这个路 到2017年 那就是现场的同一时间 拍的这个照片 从12年的5月份 17年的5月份 12年的5月份 17年 现在又过了五年了 又过了六年了 现在的场景比这个要好看得多 这两年我没有去拍这个照片 我们地方叫马莲湖 曾经是马莲花开的 这个很好的地方 真是所谓的水扫风貌 以前有水 五月份马莲花 但马莲花是一个在 片盐碱地上的 这个适合盐碱地生长的一个植物 非常漂亮 但是你也能够 如果你了解到 它适合盐碱地生存的话 它期待了很多植物 非常不容易在那个场合生存的 非常漂亮 这个从前面那个完全的沙漠 到现在我们这个治理生活 这个应该是19年 还是我这个手机拍的 也是19年 这是在 这个小水泥路 是在我们基地 一个小小的这个小房间 一个小房子 在基地上 站在基地屋顶上拍的 现在你能看到很多 我叫不住名字来的 各种植物 果实 也吸引了很多动物来了 从原来 看到任何一个小小的生命 你特别感动 因为这个地方居然生命可以存在 那现在在我们基地 很多东西 小动物 大动物 小小的爬行动物 到大的荒猪 到野鸭 很多东西 狐狸 很多东西 叫不住名字来 非常好看 包括吃的 野生的 和我们种植的 当然我们也有养了自己的羊 这是袁树华先生 这是我们基地种的萝卜 这个桌上菜 都是我们基地自己种出来的 不怕你说 我从20年了解到袁先生 这个沙漠治理的项目 到16年自己亲自参与进去 一开始没有太多的感觉 当我走到那片沙漠去之后 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感受 第一 人全身心地离开了这个现代城市喧嚣 心里头特别地平静 特别地安宁 当然也很想参与这件事情 也很感动 但后面 等我参与进去之后 再次活到沙漠 我可以跟别人说 这是我的沙漠 那种自好感是非常的 那自好感是很难 用言语表达得清楚的 现在这是19年 还是17年 17年载 用我们那个小小的 这个叫无人机派的现场 上面的每一棵树 都是我们团队种出来的 17年 当我16年进去之后 17年我开始 在琢磨另外一件事情 除了我的经济上的参与之外 我还有没有可能 把我的专业知识 用到沙漠这里上面来 专业知识 其实我是学设计的 但我的专业背景比较杂 有很多不同的专业背景 有工科的 有艺术类的 在这里沙漠过程中 我好几次去到沙漠的路上 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走走走走走走走 一直是荒漠 突然有一小片绿色 然后又没了 再走上十分钟 又一小片绿色 意识到因为那里有人家 就发现有人 只要有人维护 那里就可以有生命 就可以有绿色 这就是为什么 从牧民移民到 短井滩生态社会区之后 大片的沙漠 沙会向前进 人往后退了 其实这个人是主动的 政府给他们想更好的 现代化生活发展经济 但是无形中 给了沙漠一个前进的机会 那我想 如何想办法 让牧民 很好的留在那个地方 就是当时 我带着一些小年轻的 小团队 有博士 有硕士 也有高中生 一七年的夏天 如何去琢磨 从直出赵林 我们直出赵林的经验 是非常好的 也是非常成功的 充获力非常高 如何能够 塑造一个所谓的 沙漠新文化 什么叫沙漠新文化呢 让牧民的下一代 愿意生活在沙漠 而且能够有经济回报 而且他的文化 不会和现代化的生活脱节 要考虑到牧民的利益 考虑到政府的这个诉求 考虑到投资人 外面的人如何能参与 也考虑到 有没有可能 让普通旅游的人 也能够参与这个项目来 整个项目规划 我各个不同的利益项目 或者如何关注不同的人的利益诉求 包括他们参与的方式 这是具体的很多规划的 这小的想法 包括旅游的问题 包括其他的这个 就是沙漠的这个叫 叫植树造林本身 从传统植树造林 到现代化旅游 到沙漠牧民自身的 这个叫日常的生活的这个事情 这些细节我们展开了 那其中为了 述到沙漠星的文化 什么叫沙漠星的话 我们想尝试一下 现在我们去沙漠旅游 这个很多人会觉得 我们是城里人 开着越野车 到沙漠去 傻眼 射箭 骑骆驼 那都不错 但是有给人一种感觉 给牧民一种感觉 城里人 城会完 我们要到城里去 无心中 他一定要 也非常想要离开沙漠 如何让那些人留在那里 这是我们想了很多不同的商业模式 也尝试了很多小的商业模式 我们做商业模式 我们设计 我们试验 然后把这些商业模式 交给牧民 其中做了很多小活动 有一个活动在沙漠办排球赛 沙漠沙滩排球赛 当我们讲沙漠沙滩排球赛 你就想到沙滩排球 你想到沙滩排球 麦阿密拉 巴西拉 在腾格里沙 沙漠感受麦阿密的氛围 他一下把沙漠的现代感 让那调性全部拉起来了 而且我们尝试的 我们试验的沙漠的这个项目 一定是投资少 管理简单 木铭可以操作 沙漠沙滩排球 这是19年第一届沙漠沙滩排球赛 非常成功 然后后来 沙漠的时候 我们希望每一个活动 人不能太多 因为要考虑到沙漠的这个环境承受能力 第二 我希望有更多的外面的人和沙漠的人 牧民共同去策划 共同去参与 共同去组织 这是另外一个团队 和我们这个沙漠这里团队 没有直接关系的另外一些年轻人 组织的 在我们基地组织的一次音乐节 也非常成功 赔偿有意识 成本其实也很低 我希望是成本低 管理简单 牧民可以运营 很多活动 每一次沙漠排球赛 每年都有 包括其他的活动 我会同时在排球赛的过程中 排球赛沙漠 夏天还是有些热热的 白天我会带着 参加沙漠排球赛的人 来共同去通过共创的方式 和牧民一起去想想 有哪些事情可以做 哪些商业项目可以去探索 就是每年我会亲自组织 马兰湖沙漠生态恢复的 这个叫研讨会 是共创的方式 包括每次去的时候 除了我们自己组织的 还有很多 去过我们这个地底的人 带着他的小朋友 带着同学 夏天去研学 包括去守护实践 很开心 从19年的沙漠梦想节 一个节日就是几天 到21年我们开始 做沙漠梦想祭 从5月份开始 其实到10月中旬 整个半年的时间 都是值得也可以去 到沙漠去的 这个气候条件是符合的 这个活动其实也得到了 很多的当地政府 来阿拉萨蒙 包括国家 包括人民日报 也足够的关注 但是希望有更多人参与 现在呢 排球赛 成为了当地牧民的一个 喜欢的保留的项目 第一届 排球赛这个牧民 特别的害羞 不愿意参与 不好意思参与 现在他们是冠军队伍了 这是我们基地的小李 和他的新娘 看来这个东西 不仅仅是美丽 其实你会感动 这人赋予场景意义 哪怕他已经不在现场 当我们讨论草原 想起了草原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到 成绩是汉 真父是方 你可能会想到 草原英雄小姐妹 要想治理好沙漠 不仅仅要直视赵林 还要留住这群人 让这群人快快乐乐的 有经济的收入 有文化的尊严 让它在现代多元化的文化里头 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让他们给我们一起发 让我们去反思 生活的意义 生命的价值 我们最近拿下了一个 六万某的基地 这是国内的第一个 当时第一个林场 很多直视照应技术 都来自于这个林场 因为林场改制 离开了 荒漠了 现在我们把基地拿下来了 这是基地现场照片 欢迎大家有机会去参与 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其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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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